传统媒体自从报纸问世之后 其实改变了人类历史 但这个历史正在改变当中 许多人都看到了网络的崛起 对传统媒体的冲击 而经过这段时间 许多人在来研究 什么叫做新兴的媒体 我们下一个世代 对于所谓媒体的概念是什么 那么到目前为止 经过这么多年的实验 大概最成功的 我们看到了两个模式 第一个是过去 已经有长达162年历史 到目前为止 仍然被看成全世界最好 跟最独立的报纸 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在过去的 新媒体的转变里头 被认为是所有报纸 表现最好 最有创意的 纽约时报它代表了 仍然是一个精英的阅读刊物 它希望给予人们知识 给予更丰富的知识 所以它做到了 让你视觉上很清楚 但是又让你资讯上非常完整 同时又感受到现场的感觉 但是又保留了 原来传统媒体 非常专业跟完成的报道 而不是像现在很速实化的 网络新闻的情况 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它是customer made 就是说它为消费者所定做的 这是目前为止 另外一个崛起的 新兴媒体情况 它是由社群网络 也就是根本跟原来的 传统媒体一点关系 它既不是报纸 也不是电视 都不是任何原来的媒体 也不是像雅虎新闻 这种搜寻形态的新闻 那么这个facebook所出现的 这种社群网络的新闻 它大概都知道你在关注什么 你在讨论什么 然后它就替你设定一个 你想要 以及你个人可能会喜欢的媒体 因为如果它发现 你在facebook留言 你很关心 比如说你很关心减肥 比如说你很关心健康 或者比如说你很关心国际政治 那么它就可以提供给你相关的资讯 而这些资讯可能是facebook自己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团队所制作的 并不是完全去搜寻的 你根本不需要打关键字 他一定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关键人物 让我们给大家做出 这个未来时代报道 未来的时代 新媒体时代 如果你和我们一样是记者编辑们 以为只要把文章影片做好 放到报纸或频道播出就好了吗 2月3号推出的脸书新APP Paper 让你重新思考传统媒体的未来 说穿了脸书Paper 它可以根据你个人的兴趣 主动为你制作 CastuPermade的私人化新闻 当然也可以显示 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的报道 而APP又上方 邀请朋友讯息和状态通知的三个功能 随时让新闻产品串联散步 变成庞大的传播圈 每个传播圈内的人头 就是独立的意见领袖 Time杂志说 Paper是脸书的未来 也是媒体的未来 把过去被动接受新闻的观众读者 变成主动获取新闻 当社群媒体已经开始根据 使用者的习惯 分析你个人累积的大数据 但传统媒体呢 纽约时报是最成功的传统新媒体 你可能不知道 163年历史的纽约时报 现在正在做的事 和过去完全不同 当2005年 Facebook蜂蜜全美校园 2006年推特成立 2007年 纽约时报开始警觉 必须探索线上新闻的未来 我们有一个组织媒体 我们没有认识 纽约时报和计约时报 所有的记者和判册 都用到他们的工作 在任何方式 那是他们最静静的 最静静的 北京旺运成为纽约时报 变身新媒体的第一个大规模实验 纽约时报认为电子版 不能只是新闻放到网路上 要能互动且强势效性 因此建立一个资料库通道 使现场图片能快速地 流入图片编辑的电脑中 于是编辑群立刻放上图说 这些图片就能自动根据标签 在网路版面上呈现在该出现的地方 不止如此 牛市在电子版上 做了超过60个互动的连结 以3D和动态影片 让读者轻松了解 运动员到底怎么赢 而这刚好是 文字最能说清楚的地方 有可能有些基础 这些事情都有作用 要解准了解注这种技术 жизнь画描� excitement 称方法 能估认为通 world 不可分一 children 没问题 没问题 宣布 纽约时报在做的不是一个点的改变 不是找了更多的人修图片修照片再放到网路上 而是为了网路和行动时代的来临 如何更自动化而且有效率改变 新闻报道方式和流程 当2012年善递剧风洗剧时 纽纸网站首页迁入一个能自动更新新闻的区域 当有善递的最新消息 纽纸首页就能像推特一样新闻自动显示出来 编采部门甚至在纽纸大楼上放了摄影机来记录山敌 结果全球都用了曼哈顿顿时大体店的珍贵画面 这是过去我们想不到的 过去老报纸能做到的事 能互动的视频 这也是为什么 纽纸的数位版从2011年开始收费 但一年后数位发行量超过纸本发行量 文献世界周报查阅纽纸财报时显示 纽纸的订阅收入 2012年首次超过了广告收入 而且营收直线成长 接下来呢 2012年末 纽纸的雪崩在电子书店出售 这是纽纸引新媒体的直觉室新闻报道 顺着你的生理和心理直觉 文字之后是受害者的现身说法 再往下变成3D地表环境 当读者互动的体验事发地实际 新闻报道以电子书初刊 这是纽纸数位发行的又一创新 你感受到了 未来十年的新时代 它改变我们的知识 冲击精英的学术世界 资讯可能更多元 也可能更小爱 不论你喜不喜欢 它将改变历史